昨天早上开始,孩子闹肠胃炎 三小时吐了五次不说 还发烧到38度5了 吃了我们自己带过来的药,不见好 不得已啊,这傍晚了只能带他去医院 您各位都是为人父母,您都懂 这家里孩子一发蔫啊 全家激素水平都跟着上升 恨不得这血压都上去两格 我这儿子呀,平时是一分钟闲的时候也没有 上蹿下跳,给人感觉呢也挺坚强 可是这一病啊,突然一下就感觉脆弱了很多 我就在想啊,人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人老了是不是也跟孩子一样 那些伪装起来让儿女放心的坚强 在她逐渐失去对身体掌控的时候 在慢慢遗忘那些过往记忆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开始无法自理的时候 在一点小事都需要假他人之手的时候 心理上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呀 这人老了都会生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他身边的所有事都在变化 一切都好像在消失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 以前参加的都是什么呀 婚礼,满月酒 后来变成一个又一个葬礼和遗体告别 再到后来,什么活动也甭参加了 偶尔听见,看见那一张张复告 这哥谁谁不担忧 真到自己离开那天 这床边还能不能抓着一只温暖又熟悉的手啊 唉,孝 别管是孝顺 孝敬 孝养 还是孝成 都是违反生物本性的 您看那大象 死之前会主动离群 那老狼 他也会被狼王赶出族群 狮子 差不多也一样 那一代狮王衰落之后啊 也不过是流浪等死而已 于动物来说 新生命 甚至可以大家供养 这是为了族群的延续 老的自动离群 也是为了种群的繁荣 所以养小是动物性 养老才是人性 说要是为孩子牺牲一切 我相信99.99%的父母 都能做到义无反顾 哪怕是失去生命 恐怕连眼都不会多眨一下 可是善待老人这件事 看似简单 实则需要伦理 道德 文化 法律 不断的约束 强化 宣传 我爸之前跟我说 人生有四块 最为难得 就是吃的快 拉的快 睡的快 死的快 这吃的快 代表有欲望 有欲望 生命才有活力 拉的快 说明消化吸收 没毛病 所以拉的快 才是身体好的基础 睡的快 讲的是人的精神状态 心里不装事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得不到的状态 这死的快啊 求不来 只能是靠运气 到了一定岁数 都不怕死 怕的是等待死亡的过程 走的快 自己和家人都能少受罪 端屎端尿地照顾老人 我摸着良心说 没经历过 但是跑前跑后 帮忙协助照顾老人 我在北京干了十几年 我姥姥 工人出身 不幸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 我是亲眼看着她 最后十几年时间 从健谈到健忘 从步履如飞啊 到寸步难行 从高大挺拔 到老太隆中 我印象里 我大舅和舅妈 那几年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她 不能想啊 如果没有他们 老了会怎么样呢 我帮忙照顾的老人里啊 也有子女在海外的 她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儿子早早就拿到了结果 每年每次回来 都能在国内待几个月 不用发愁工作和钱的事 可是即便如此 我每次看到她跟儿子分别的时候 都哭得像个孩子 因为她知道 每次都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后来我是经常陪老人家去医院 主治医生都会问我 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我老是需要解释半天 大夫看到病危通知 抢救通知 病情告知 那一页一页文件上 签字的不是老人儿女 她都是我的名字的时候 也没少了眉头紧锁 欲言又止 在那宏观叙事当中 生老病死 不过是自然规律 但是这一粒沙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时候 都重弱万钧 我永远忘不着那天 儿子赶回来了 但是父亲已经听不着了 终究是那种遗憾的 山呼海啸一般 那安静的震聋发聩 我还认识一有钱的老奶奶 九十多岁高龄 上万块钱的养老院 这个月说去就去 下个月说回就回 子女呢 一个电话就到 想住哪住哪 不满意 立刻就能换下一个养老院 以我这个浅薄的见识来看啊 能有这样的底气 最终还是落在前字上 说回我们家的问题啊 没有经济基础 接到美国又能怎么样呢 这美国养老能脱离前字吗 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 更加是有钱天下之大皆可去 没钱难有存身利追递 美国不是一福利国家 我见过好些个本地的普通老人 每天颤颤巍巍的 还跟那儿辛勤工作呢 确实有跟那儿发挥预热 做义工的 但是您千万别说 他们都是因为爱好 那就太无耻了 如果能有选择 我相信大多数人 还是想更早的退休 而不是被榨干 最后那一点剩余价值 还有一种声音是挺大的 就是回国呀 但是回国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不在外国 您去不去外地 去不去外区 哪怕就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当老家啊 真的需要人长时间的陪伴照料的时候 能放弃一切 真正回到病床旁边的又有几个人 久病床前无孝子 您不信 我是真的见过 照顾老人可不是简简单单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事 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 多少无奈和委屈 多少泪水和汗水 孝字 论记不论心 论心万年无孝子 真的 请各位别着急去指责那些不得已和没办法 错过父母重要时刻的子女啊 尽力而无所为 已经是最最难受的了 无论哪种选择 也伴随着极大的痛苦 甚至之后若干年 他们依然可能走不出来 内心受着煎熬 这些代价已经足够大了 咱们今天之所以会思考这问题 也不单单是因为父母年龄变大了 还有我们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呀 之前所有的回复我都看了 这人生最后一道大题的解法 大致有三种 一是赶紧挣钱 等孩子大了 我们回去照顾老人 等老人走了 我们再回来让孩子安心 二呢 养老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独生子女 加老龄化社会的矛盾冲突啊 它一定会发生 就盼着吧 盼着养老机制的完善呀 养老院 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 后边还有各种可能性都会出现 这三呢 就是等科技的发展 这机器人时代要是到来了 以现在科技的发展速度 那也许能赶得上 可是归了包堆 无论哪种 大体上还是落在一个钱袋上 唉 仔细想想 比起那些背景离乡 连孩子都只能放下成为留守儿童 双双去大城市打拼的夫妻 我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思考 无异于是 无病身淫一般 就算现在没钱吧 也能尽量做的好一点 如果今天想起要给家里打电话 那就赶紧打 如果今年计划要回家看看 那就一定回 如果现在想要跟爸妈说点什么 就立刻去说 总之啊 别给自己留遗憾 都说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清 但父母本就是在世佛 又何必千里去拜灵山呢 所以今天就到这吧 与诸君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